上次也是说好了答应我 让我见明明 结果说话算数了吗 好 这次啊我一定答应你 大叔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真的 真的 你们这两个家伙呀 大叔您答应了 太好了 先说好啊 我一个星期不能开张 老主公要是丢了 你们要负责啊 负责负责 我一定会负责 我干吧 小的 我相信你一次 打公公 OK 我可以见到明明了 你别说 大叔还真是了不起 秦伟 您跟他挺寝静的嘛 不想再混 哎呀 你不说啊 我也正在后悔啊 像以前那样每天吃喝玩乐 多快活 现在可好了 完全被套牢在这里 我真想赶快交给经理 再过以前那种逍遥快乐的日子 你对酒店 真的没兴趣吗 哼 我要是感兴趣啊 我们家就要上报了 标题就是 王子之难 家里面早就说过了 不需要我挣钱 我只管花钱就行了 都这么说了 我何必自找罪受呢 这儿啊 已经够让我头疼了 你们两个 怎么天天都在这儿啊 你这小子今天怎么会有空啊 陪客户来吗 我是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还有证号 我 干嘛 我想明明当选钻石女王的事 你们都应该听说了吧 知道 我看到报纸了 明明真是了不起 那些女明星们 想当钻石女王都快想疯了 是啊 这么大的喜事 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来捧捧场啊 尤其是郑浩 你一定要来啊 到时候娱乐圈很多人都会出席啊 你是在替我着想吗 不能所有的朋友都邀请了 就把你一个人落了吧 不用担心 我已经收到邀请了 哦 是吗 看来你在这个圈子里还认识不少人啊 既然这样 你就得更小心了 因为你的言行可能会影响到明明 你说什么 哎 你们两个又想打架 我是关心你才这么说的 你不要老这么冲动嘛 你不要以为为明明打个架 放个烟火什么的 他就会喜欢你了 明明不是这种人 你这么了解他为什么还不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话就是出于不安 怕明明被抢走 我不是怕明明被你抢走 倒是怕你的幼稚行为会影响到明明的事业 才这么说你的 今天本少爷有点累 想早点回去休息 我建议你们呢 也早点回家睡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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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啊 你看 你不去吧 不去吧 你不去吧 你不去吧 好 他有点难得 你把我抓到 我觉得你抓的 我不去 不去 最想好一点不是 哦 嗯 快快快 快快快 小姐 要不要帮你拿包包 是吗 不用不用 对不起了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要不要搭便车 这个吗 不愿意就算了 人家在考虑吗 真是的 大哥 不 总经理先生 你在这里干嘛 你今天白天一定很忙 所以我特别体谅你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完整地唱一首 这样你就知道我是真的有实力了 算了 哎 我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所以啊 很多公司要我去我都没有去 因为我讲义气 所以我把这个机会留给你 就需要你的地方吧 我不需要这个机会 哎 大哥 大哥 哎哟 累死我了 弟弟快来帮我拿一下了 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哎 大哥 哎我知道你今天累了 我就在你的房门口唱吧 你听完以后啊 再回答我好了 嗯 我叫你帮忙拿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啊 他不是说了没兴趣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别再这样我不给你利用钱了 哎呀真是 这小子吵的人都没有办法思考了 哎呀怎么啦 哎呀姐啊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才能让别人明白我的诚意啊 明白我的诚意 就你那副德性能做点什么啊 就你那副德性能做点什么啊 对啊 把诚意展现给他看 嗯 孙瑜 谢谢 谢谢 啊 啊 是听了我唱歌才这么高兴吗 现在 只定比什么都宝贵 哎 哎 哇 什么意思吧 俊森先生 嗯 太巧了 在这碰见你 王经理 你也来这里打球啊 没想到你也在这打球啊 我经常来这里 怎么没有见过你 平常工作太忙 所以很少过来 是吗 你正是忙事业的时候 哦 哦 对了 我们公司要投资多听影院这个计划 哦 是吗 啊 我们想找个合资伙伴 上次听您说过 有个外国企业好像对此也有兴趣 哦 你知道五星投资开发公司吗 嗯 五星电子不是也进入上海了吗 是啊 啊 我那个朋友 当副总裁 他对这个人